嗨小科学迷们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 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在线课堂 神奇绘本科学动画 加入营队走进大自然体验屋外探索 小小杀课堂让孩子爱上科学 跳舞的骨头 小朋友们我们的身体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骨头在支撑着我们 这些骨头又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呢 这是我们胳膊的骨骼 它们连接的地方叫做关节 这是我们的腿骨 它们之间也是靠关节连接起来的 这是我们的手指骨 这些小小的骨头之间都是靠关节连接起来的 原来我们的身体里的骨头与骨头之间都是靠着关节连接起来的 这样我们才能活动自如 骨头与骨头之间的关节具有弹性 可以保护骨头在运动时减少损伤 但是关节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哟 超出它的力量 我们的关节就有可能受伤 所以小朋友们在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哟 进出门口要互相牵让 游戏时要排队不拥挤 走路时抬头挺胸看前方 凭时多知书菜和水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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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我叫你讲的 看看